他說圖利 我說對啦圖利 哪個地方不合法 柯文哲自爆金華城圖利引發討論 台北市議員簡書培爆料 前副市長彭震生 因為不滿背黑鍋 願意到調查小組說明 但事後接受媒體訪問 改口說是簡書培加油添醋 很多話不是原意 更沒有說金華城是柯文哲的親切 那過去柯文哲曾經 對個案關心過嘛 那他就說他記憶中 不曾有過這件事情 高行政首長的行政材料 不是就是柯文哲決定的嗎 彭震生 彭副市長 不知道接受到什麼樣 妖魔鬼怪的壓力 讓他突然說 我在整個過程當中加油添醋 彭震生當年兼任都委會主委 所有都市計畫案都是由他經手 為何只有金華城是柯文哲親切 彭震生表態願出席調查小組訪談 召集人游淑慧表示 從未主動聯繫彭震生 使他主動聯繫訪談時間 只有討論時間 沒討論案情 對簡淑賠的說法更是一無所知 簡淑賠則呼籲彭震生 一定要出來講清楚 否則就準備背黑鍋 他是都島的副市長 他又是當時的都委會的主委 他如果不出來講清楚 他絕對要背這個黑鍋 您的電話將轉接到影音信箱 記者無法聯繫上彭震生求證 不過遠在高雄辦檔慶的柯文哲 則雖然不用理簡七段的話 簡七段講的話 不要去理他 他昨天在講說彭震生講什麼 結果彭震生出來接受訪問 直接打臉他說他加油添醋 議會在搞什麼專案小組 大家很清楚 要對付的是柯文哲 只是我也不想陪他們欺負 我就問一句 柯文哲你這麼愛講 這麼勇敢 可以講這麼多 為什麼不敢 到台北市議會的調查小組 如果你不敢來 你就是屎啦 柯文哲堅決不出席調查小組 有問題列書來再來回答 隔空互嗆不願持求對決 也難怪減輸賠叫戰 這麼愛講好膽你就來 記者林俊鋒 蔡秉鋒台北財務報導 你屎啦 你屎 Shannon 你屎